1 2 3 4 好 說一件比較悲慘的事情 其實這段我已經錄了第二遍 第一次的時候我忘了按這個錄音鍵 我現在是用這個錄音筆跟錄音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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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聽到 你可以戴著耳機聽聽看它這個聲音的變化 它是非常真實的 但是真實到也有一點不那麼舒服 比如說 你們現在聽這個吉他的聲音怎麼樣 我就覺得有一點太尖 因為原聲的收音它就是有一點這種特色 那每個人的品味不一樣 當然這已經相對來說算好 因為我放這個位置 如果我放這 那就更尖 那如果我放這 然後呢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距有點遠 所以你在考慮你的錄音筆放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是有些講究的 當然你也可以聽到左右聲道 Hello Hello 吉他也可以啦 你拿著吉他左右搖擺一次 那如果我不要用撥片的話 用手指 我覺得這個聲音跟我平常錄音比起來還是比較尖銳 這個錄音筆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我已經15年沒有用過這樣的設備錄音 你看 你看聽到現在外有車子的聲音 其實我把耳機拿下來我自己都聽不到 就是說它的靈敏程度 其實已經超過你平常的耳朵了 就跟 你用了它就跟你就變蝙蝠了 差不多了 大概這個概念 所以我現在戴著耳機 然後用這個錄音筆聽到聲音的時候 會聽到的是比我平常更敏銳尖銳的聲音 好 以後我應該也不會用這個錄音 因為太麻煩了 我還是會用手機直接連DI 或者是音箱轉換以後的連一條線 這條線你看我現在沒有差 好 就這樣啦 掰掰